我们现在在云南省位于昆明市西郊约三公里的滇池畔大关公园 进吞波光浩渺的滇池源于太华山遥遥相望 这里葬为万里云山御水楼的大关楼 各有古今第一长连 明楼大关一点雨星带你看 Hello大家好我们是一点雨星呢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云南昆明的大关公园 这一进来的话这里就是一大片的荷塘 静华浦为什么叫静华浦 是因为它靠近太华山又靠近滇池 并且它三面环水都是这种荷塘景色 它这里有一个非常长的长廊 这个长廊一直走就可以到达这个大关楼 进了这个静华浦的大门 就是观音寺华元阁的遗址 那这个呢就是观音寺华元阁的遗址 其实在康熙年间的时候 这个大关楼里面是有一个观音寺的 咸丰时期观音寺跟着大关楼一起 被这个大火烧成了焦土 但大家在恢复大关楼的时候就没有恢复 这个观音寺没有顾及的过来 后来在同志时期就立了这样的一个遗址 遗址作为这样的一个纪念吧 大概二三十米这里就是前印堂 这个前印堂呢其实是观音寺的一部分 主要就是用来学习经书的讲经送经的 在这个前印堂的旁边的话就有一个超级长的这样的一个回廊 门前有一个超大的这个中入室 怀骨狼我们穿过远古门 揽圣阁的这个门头啊有两个对联 这个对联的话是出自清代张自明的这样的一个影脸 大欧瞎人去往云海荡我心胸 好宽阔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诗句 去这个懒圣阁后面找一个宝贝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在这个懒圣阁的后面的话有一块这样非常精美 非常庞大这样的一个山石 在里边还可以走动非常大 然后在这里的话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宝贝 这个宝贝是一个树桩 但是它以前的话是一个安树 这个树子呢是朱德在1922年的时候 造访大官楼的时候 然后把这个树子种下的 但是因为现在目前的话可能保存不是很完善 所以他给现在只剩下一个看到一个树桩的一个样子了 这个呢也是缅怀朱德一身戎马 这个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 中国梦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精神的支柱一个民族的进步有赖于文明的成长 后面就是大官楼真大官也 千秋怀抱三杯酒 万里云山溢水楼真大官也 在我身后的这个琉璃黄瓦的这个建筑呢 它叫大官楼 共有三层 然后它是四脚船间的这样的一个底幕结构 最厉害的是旁边的这个蓝色的对联 这是中国最长的对联 并且这个毛主席啊到这里来的时候也说的 从古未有别创一格 就是指的这个大官楼 那这个对联是谁写的呢 中国第一场联 就是这位老先生 孙兰翁 是乾隆时期的 当时这个是一个不遗憾事 其实孙兰翁的话 他的父亲是在云南做官的 他六岁就跟他的父亲从陕西迁到了云南 他自己是饱读诗书 非常满腹经论的 也去参加过科考 但是因为不能接受这种搜身的制度 他认为是对于盗贼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所以就拂袖 我不考科举了 所以就成为一个不遗憾事 在这个大官楼边上的这些山石啊 园林景观都是不得了的 看这个贺义丰 然后这一个山石的话 然后就去民国时期的 这部孟庭的话是唐继瑶写的 以前的云南省这个都军唐继瑶 在大官楼的旁边的话 这里就有一个最大的山石 那这个山石呢叫采云雅 在民国的时候 赵元大师赵和清 对这个大官楼进行的一个规划改设 当时云南省主席龙云就视察公园 然后要求修气的 采云南县 所以叫采云雅 在这个采云雅的边上的话 就有一个小亭子 然后一大片的荷塘 话说这里的话 这个小亭子还挺别致的 旁边现在下雨了 有这个鸭子和大白鹅在这里洗澡 好慵懒的感觉 伴着这稀里利的小雨 伴着这个采云雅 踏上这样的一个圆拱桥 很有这种江南古典风 再配上一大片的园林 瞬间觉得我 好温柔的感觉 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考得那么近 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心 那为我领的雨 一幕幕都是你 一尘不染的真心 与你相遇 好大的雨啊 这个雨下起来好吓人哦 现在我在的这个桥呢 叫雾溪桥 那今天的我们的视频的话 就在雾溪桥上面 跟大家说拜拜咯 因为确实雨越下越大了 希望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一定要评论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